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平时直播的内容也就是介绍一下我当地的这些民风民俗呀 我们弄出的还有我们弄出的歌舞呀 还有我们弄出的这个我们弄江之辈的风土人体和风景嘛 我们小的时候是住的房子都是乐雨的 衣服都是没穿的 饭都吃不好 那现在生活是我们这里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因为我们这个老母人家除了做客栈 因为我们还有茶叶地 还有核桃树还有种的这些种的菜园嘛 因为客人来到我们这里的最主要是来体验我们当地的这些农江菜嘛 所以那菜这些都是自己自己种的 吃个春ní frans 你看看吃叫 那是 有 ? 楓梓蒜 我们这里的帮签权作 全部都是弄足 大家想知道安置点里面有什么吗 走 我带你们去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脱皮车安息抚皮超市 我们超市里面的这个物皮它是体齐全的 第一 它这些要购买一些生活物皮 就不用跑到这个厢队上去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脱皮车 霸球扶制抚皮车间 公司里面拉这个原材料给我们 我们村民用手工来扶制将功 要出口这个许多国家 现在我们村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他们楼上住人楼下就可以去打工 小孩子就直接送到这个安置点的这个幼儿园里面读书 来 我们三个自拍一张 看这边 隔离小学校园之声广播站 播音现在开始 我是小小播一员 杨天福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 来到这里之后 我感受最深的是孩子们的普通话 普遍不标准 他们被学码到里面直接提升了他们的 语言的表达能力 我们学校的老师给我描述过珠海的样子 那里到处都是高楼的高楼大山 还有海 我现在要好好的读书 将来坐着飞机去更远的地方 去读大学 去看大海